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广府经济文化建设和慈善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府人包括以广州为中心 分布于广东 广西 香港 澳门及东南亚 欧美 欧洲等地区 以粤语为沐浴的华人 总人口在八千万以上 其发祥地于江西流域中心的古广性并以此得名 主题为朱基巷 南迁的汉人 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 越是饮食 风俗和建筑风格的一支汉族名系 本期的天下纵横谈 特邀广东省广府人朱基巷后裔 海外联谊会会长李子流和执行会长武亮和何建华 与观众谈一谈广府文化 您好 我是沈灵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广州是中国的第三大城 而在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上 广州又占了第一名 到底广州人是怎么样发迹的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广州市的前市长 同时也是广东省广府人朱基巷后裔海外联谊会的会长 李前市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您好 李市长您好 跟我们观众说个好 好不好 我是李主流 是广府人乱议总会 也是广东省朱基巷广府人海外联谊会 这一处因为很有幸 牵涝维持这个电视台 共大家见面 首先应该向美国的所有朋友 向我们所有的侨胞问个好 祝你们大家家庭幸福 生活美满 工作顺利 好 接着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广州市的前副市长 同时也是广东省广府人朱基巷后裔海外联谊会的执行会长 吴智青会长您好 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 各位乡亲大家好 非常感谢天下卫视为我们准备这么一个很精彩的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机会 谢谢 之后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广东省广府人朱基巷后裔海外联谊会的执行会长 就是何建华 何建生您好 你好 各位乡亲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所以今天三位来到我们美国的天下卫视的现场 想要请问的是 其实在海外的广州人有60%这么多 到底广州人是如何发迹的呢 又是从哪里开始发迹的 广府人 他是跟随朱基 就是肖关南蒙朱基河 但是终身地点在广州 但是他已经走向全世界 一说到这一句跟随朱基 就是因为朱基河 南蒙朱基河 这个是在千多年前 宋代期间 南宋北宋代期间 就南迁下来的 南迁下来 因为有灾害 有过去的战争 因为发展不够的时候 他向这个地方走 这个地方是横跨三省的 广东和北部 江西湖南 这个地方就有平原 也有幽灵地带 所以在那里定居 定居 现在我们每顾一千多年 历史慢慢查清楚 因为这个会是1995年成立的 去年在2013年 就开了个四届广府人首届恒生大会 在广州 因为中心家园在广州 但是跟随朱基 开机散业就在那里了 这个地方一共有174城住过 它在朱基行 也陆逐南移 向我们珠江三国洲 广州 以至到香港澳门 慢慢走向全世界 据统计 据统计 自北宋中后期 至原初的二百多年间 中原及江南氏族 自南雄珠基巷南迁 共有一百三十多字 其后裔共有一百五十三姓 遍及珠江三角洲地区 二十九个县市的六百八十八个乡 镇 村 尤其在南宋末年 南雄成为面临中原战乱的前沿 众多家族纷纷迁移 珠基巷实事九空 现在不完全的恐计 有八千万人 在世界各地 他们应该这么说 由于这样的发展环境 经历过这么多历史的变迁 他们走向全世界 应该说 做了很多很多 很有益于社会共演的事 无论走到美国为所在国 亦做过很多共演 在我们的家乡 是古代人 从古到今 都是名人背出 孙中山 亮启昌 康有为 都是这句 广府人的侯略 亦都出了很多 各界的杰出人士 无论粤剧命令也好 技术界也好 工程书也好 出了很多 直到我们中国改革开放 亦有很多近代盛名的企业者 企业家 白手兴家 白手创业的 所知一一数不尽 香港野生动物园 现在在国家级的幻瓶岛开发 搞了个五屏风公里 八千某个地方 有海洋公园 有野生动物园 有马戏团 也有广泛旅游节目 有五千个酒店的房间 集中在这个地方开发 朱基向先民 迁移朱江三角洲 在各地定居 开枝散叶 与原居住地的土著人 逐步融合 形成了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 广府民系 千百年来 广府人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中 在开拓创业的奋斗中 本没有亲族关系的各家各户之间 却形成了一姓一家 同舟共济的手足之情 曾经共同居住过的朱基向 更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精神依托 共同的故乡 又好像我自己信德故乡 美的集团 它是家用电器的 它变成在中国国内 是家电王国之一 它一个企业有两千万的价值 所以广府人集中的地方 就是在广州 所以第一届大会在那里开 我们觉得市内在发展 科学在前进 我们广府人的精神 就很集中表现四句话 慎重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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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奋斗 开拓奋斗 包容共济 包容共济 敢为人先 敢为人先 就是比较务实 做了很多事 做完落实 做好 然后说 有些做了都不说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它的欢容又很包容 不如广州 本地人家说 不过是千多万 然后 连密漏洞 人口有两千多万 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创业 当然我们广州 有很多走出海外创业的世界 所以我们这种例子 任务有几个 第一 团结认罪港府人 更好的 第一站就访问这个地方 就是美国的洛杉矶 三藩市 第一个任务 就是共乡亲见面 聚述乡情 刚刚南加州 港府人海外乱业会建立 我们祝贺他 也都来跟他沟通 第二个 就是我们作文化交流 使得中美两国人民之间 加深了解 第三个 就是访问友好社团 一部分 因为时间有限 也都包括牵涵为时 好 那其实刚才李慧档已经提到了 其实广州人开枝散业 是从珠基上开始的 而且可以追溯到 至少到南北宋的时期 就是非常久远的一个时期 那我先跟我们讲解一下 其实广州人是如何 从珠基上开始开枝散业的 好不好 好的 因为其实呢 作为广府人 它的起源 应该说大部分 是从中国 从中原 在明朝这段时间 大量的往南迁徙 迁徙 对 就到了珠基上这个地方 刚才李慧档介绍到了 这个珠基上 是当时传中国南北交接 一个非常发达的地区 可以说是当时的高速公路 就是现在在租基上一条叫煤关大道 从那里发起出来的 然后会长也介绍了 我们这里有170多个姓氏 170个姓氏 然后不断不断地往南迁移 OK 开枝散业 沿着广东的珠江三角洲 一直慢慢移 慢慢移到东西方向 然后很多广府人又不断地 壮大 衍生 他们又跑到海外去发展 这样形成了广府人 跟世界各地 做一个连结 对啊 一个大的连结 所以其实广府人在世界的各地 尤其在海外 都已经开始做开枝散业这个动作 可是其实广府人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他非常的包容 他的包容性很大 而且在2013年的11月13日 你们也举办了一个 世界广府人共援中国梦的这个大会 何先生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大会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大会就是我们的首届 就是广府人前面说了 全世界有八千万那么多 对 而且广府人是最先走向海外的 我们呢就是举行这个 世界广府人肯定大会首届 请了那个三千个社团的首领 还有各界的全世界的广府人回来 一个就是刚刚主帝说了 就是世界广府人共援中国梦 对 我们是想大家呢 都是广府人 都是中国人 大家凝聚在一起 为我们国家的那个发展 民族的振兴 要继续做努力 人民的幸福 继续做努力 继续做更深的努力 那当然啦 其实啊广府人 还有广府文化 这些呢在海外移民这些侨胞呢 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那广府人 其实他有他很大的特性 那我们再请会长 跟我们解释一下 广府人他的最大的特性又在哪里 广府人呢 什么叫广府人呢 因为广东有三大语系 对 一个是潮州 柯渣 广府人第一个特性 讲广州话 所以他不是讲潮州话 也不是讲客家话 对对对 他是讲广东话 都是讲广州话 就属于广府人 当然慢慢发展越来越多 就是这个特性 最大的特性就是荒野 预言 是 第二个呢 就是他有主持 推特的文化 比如约珠 对 约珠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所以中国也承认 零和国也承认 他这个是一种文化艺术 领难的 具有很大的特性 可以教育人 我们的前辈 邂途宣长 他是第二次校 第一次校 读书 第二次校 他起着一种 教育人 教人怎么做一个好人的作用 无论唱一首歌 或者演一首乐曲 他结果都是达到这个目的 都是要像 对对对 还有粤菜 粤菜非常好吃的菜 只要是入口以后 我几乎都不会忘记 那个广州菜的味道 为什么他能可以做的 这么的有特别风味呢 第一 原料好 第二 手艺好 取艺好 有他特别的方法 专门的研究 做个饭做好都不简单 对不对 然后其实刚才 李会长也提到 其实广府人的精神 总共是四句话 总共16个字讲出来了 我们第一个就是 圣中追远 开拓奋动 包容共济 以及改为人先 我们再请 我们的五星人 为我们解释一下 前面这四个 圣中追远 开拓奋斗 这是怎么样的 一个广府人的精神呢 其实你可以看看 中国改革开放 全世界都清楚 对 广东是走在 全中国的最前面 可以说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但是广东你要知道 65%以上的人 属于广府人 这是一个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再看看全世界 全世界广府人 总共有八千多万人 对 很多是从广东地区 往全世界各个地方 进行发展 他们的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六代 甚至第六代 不断地发展 而且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有地位 越来越爱国爱家 所以你从这个看到 圣中追远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它为什么是有 这么大的成果影响力呢 就是他们身上 弘扬着广府人的精神 你刚才说圣中追远 其实就是一种爱 所以其实是把爱凝聚在一起 不忘根本 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做到 爱国爱乡 念旧 念祖念旧 报恩 念国 你说 不忘历史 不忘不乡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有中国人 说实话才做得到 不管是传到第几代 至少不忘本 对 把自己的精神要传送给大家 刚才那种 我先说得很好 就是圣中追远 最重要的地方 那另外还有八个字 就是包容共济 以及敢为人先 这个也是广府人的特点 特色 就是作为广府人 他的胸心是很广阔的 你看前面刚刚说过的 我们历史上的孙中山也好 康有为也好 那些就是先辈 他都是想着都是天下 他在历史时期 没有想着 你知道过去中国 天下之幽而幽吗 是啊 很多是有些地方是风筝歌剧那些 但是他们想着都是天下 整个中国 所以比较有远大的志向 其实我自己也有感觉 因为我去了广州几次 那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 广州人呢 其实跟北京人跟上海人呢 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他们就是比较 这有特点 可是真的差别真的很大 虽然我不是很愿意这么讲 可是其实跟广州人的感觉是比较亲密的 会觉得好像比较亲和力会再高一点 他另外的广东人呢 他有个很大特点 交朋友 做同事 他看对方 先看他的优点 而不是看他的缺点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地方 因为通常人看到的最大的地方 就是看到别人的缺点 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最危险的还是把自己的优点 跟别人的缺点来比 做比较 总觉得自己了不起 这样就不太好了 包容共济 广东人却不是这样 对 其实包容共济就是讲得非常好 其实就是如何看到别人的优点 再来就是如何包容其他人的缺点 那这一次呢 所以在结束情供之道 对 结束情供之道 广府人做生意是先交朋友 后做生意 生意做不行 朋友还在 朋友的情意还在 所以不用谈生意都没关系 至少朋友要先交到 所以就是广府人的总共 包容共济这四个字呢 完完全全的已经解释到了 广府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特性 今天呢 在这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呢 我们谈到了广府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而广府的文化又是什么样的文化 在下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我们要告诉您 其实这一次的海外联谊会 到底它的内容又有什么 重点又在哪里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广府文化是广府民系的文化 是以广州为核心 以珠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乐语文化 在岭南文化中 个性最鲜明 影响最大 广府文化在各个领域当中 常被用作乐文化的代表 如广州话称为乐语 广州方言歌统称为乐欧 广州戏剧音乐分别称为乐剧 乐曲 广东音乐 广东影视文化体系当中 虽然有广州菜 潮州菜 东江菜之分 但乐菜常用以指广州菜 广州工艺品的重要品类 被称为乐秀 广彩 广雕等 而为了更广泛的团结全球广府人 广东省广府人 朱基向后裔 海外联谊会牵头发动 23个海内外社团 在首届市广会 召开前共同组建了 世界性的广府人联谊总会 大力推动海内外广府人 在经济 文化 教育的双向合作 本期的天下纵横谈 则由广东省广府人 朱基向 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 李子刘 执行会长 武亮和何建华 清零现场 与观众聊一聊广府文化 欢迎回到这一集的 天下纵横谈 其实广府人 他们非常致力于 推广海外的所有活动 在这一集的 天下纵横谈里面 我要告诉您 他们来了这一次 闹座山基 以及要到旧金山 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先从李会长开始好吗 我们现在这一区来 就是世界广府人 首次行程大会 开完以后 首次来这里 来这里的目的 和内容就是三个方便 第一 就是祝贺南加州 广府人联谊会成立 OK 组织南加州广府人联谊会成立 因为我们在团结 营聚发扬广府人精神 实实在在的一个 就是化语言为行动 对 好 变成爱国爱乡 再加多一份力量 为了振兴中华 为了所在国家 做贡献继续努力 广府人精神最重要的 就是将广府人各种文化精神 集中这六个句 向他们传播 对 也向他们学习 以便更广泛的流传 让生活相传 一代传一代 一代可以继续的一代传下去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访问友好社团 因为我们有限的时间 访问友好社团 增进这个情谊 增进交流 推动以后 经济 社会 科技 商业各方面的相向合作 他可以来中国 我们中国可以到哪里 提供一个平衡 对 其实中国很早就已经走出来了 其实广州人更早就已经走出来了 现在要继续 更往前走 更要往前走 与习俱进 对 社会在前进 我们也在前进 当然每个人都要跟着前进 那这一次来访问 总共会有多少天的行程呢 大概七天左右 所以七天的时间之内 要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我们其实呢 就是刚才会长说到了 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跟当地的社团 和当地的中国人 广府人 一起努力做两件务实创新性的大活动 第一件 就是共同来交流研究 如何弘扬广府人的精神 刚才我们说到广府人精神 造就了我们广东这么发展的这么好 海外的侨胞也干得这么有成就 我们做这个 跟各个社团来的 弘扬这种精神 尤其我们要 把一些优秀的广府人和他们的故事 那些实账家 那些创业者 那些精英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精神 向全世界来 来告诉大家 宣传 对 告诉他 他们身上都有广府人的精神 所以他们这么成功 我们要连续地做下去 对 所以以后我们希望天杀卫视 也能为我们做这样的 更多的发展 更多的努力 所以让大家都知道 广府人的特性到底在哪里 其实广府人的特性有真的很多 那七年的时间 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那现在到了洛杉矶 下一站又要到哪里去呢 下一站到三番市去 到三番市就金山 那在那边一样也是做一些 友好社团的活动吗 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了 已经安排得很满了 这样有没有时差呢 有有有 我就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吗 没关系 那您就七天就继续留下来 我们就继续慢慢留下来 还要继续您的友好的行程 跟社团的行程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件 务实创新兴的事情 是弘扬广府文化 是 广府人精神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推动广府人 在双向的 多元的 大合作 这个合作 双向多元的 双向多元的 推动他们相方 相不相合 双向的 就是经济文化 双向就是 不但 在海外的华侨 乔班回国内去投资 参与建设 OK 我们也鼓励 国内的企业家 来海外做投资 到美国的海外 再投资 多元 不单单是搞经济 文化 科技 教育 卫生 医疗 多元的 那我们 广府人联谊会 它将会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对 它扮演 它等于以后就做 介绍所 所以可以是双向的 拉线 把双向的地方 全部都结合 整合在一起之后 再多元的发展出去 其实所以这一次 海外联谊会 其实你的内容 真的是面面俱到 不但是单纯的 想要把广府人的精神 向海外的同胞 让大家知道之外 还把经济这一面 也拉在了一起 让更多人知道 它其实是一级的 是 广府人精神 可以相向后做交流 结合在一起 对 所以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才是实际行动 今天非常谢谢 三位海外联谊会的 三位重要的人物 来到我们的天下纵横谈 首先就是要谢谢 我们的李前市长 还有就是我们的 武前副市长 以及我们的柯先生 来到天下纵横谈 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其实广州人的精神 广州人的文化在哪里 而这个海外联谊会 它这一次走出中国 它的目的 以及它的内容又为何 再次感谢你们 也非常祝福你们 在这七天的访问期间 能够成功胜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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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然后大家启点赞 请不吝点赞 然后大家启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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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iral美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